台湾的地震多 救援经验也很丰富 也因此这次纽西兰发生大地震之后 内政部消防署特别派了国际搜救队24人 携带了生命探测仪 还有碎石机 两顿重的救难装备前往纽西兰 外交部长杨敬天昨天特地前往桃园机场 给救难人员受其大气 内政部消防署派出24人的搜救队伍 身穿橘黄色制服 整装戴巴 准备搭乘黄航班机前往纽西兰进行地震救灾 会跟当地政府跟联合国相关的救援 救援的组织跟救援的单位协调 然后接受他们当地政府的指派 到灾害现场做搜救的动作 救援装备好几十箱通通要带去纽西兰 包括生命探测器 油压 破坏碱 碎石机等重达两公吨的救难器材 出发前外交部长杨敬天特别来为救难人员受其打气 在八八水灾发生的时候 纽西兰也很坏地捐助老人 十万块纽西兰币 记住这么大的一个地震 赶快派出我们能够协助的队伍 前往协助收救 杨部长感念纽西兰在八八水灾对台湾的帮助 纽西兰地震灾情严重 台湾更要伸出援手救难队不但背负着救人的使命 更是国际外交的表现 真正黄主华和赵伟桃园采访报道